聊斋罗沙海式白话文 马记 自龙梅 是一位商人的儿子 面貌丰美 少年倜傥 喜欢歌舞 经常像邻人一样 用颈锣帕缠上头 看上去美貌如少女 因此又有郡人的外号 十四岁 入了郡里的学校 十分出名 媳妇渐渐衰老 无法继续商骨生活 对她说 几卷书 饿了不可以煮着吃 冷了不能当衣川 你仍然继承我的旧业 去经商吧 于是 她从此开始稍稍做买卖 有一次 跟住别人渡海去做买卖 被飓风卷走 数昼夜后 到了一个都会 只见那里人长得都很丑 看到马记来 以为是妖怪 一起嚷着逃走了 她起初见到这种情况 大为害怕 后来才知道是这里人怕自己 于是她反过来欺负这里的人 遇到吃的喝的 她就跑上前去 人们都惊骇地逃散了 她就吃剩下的饭食 过了很久 她来到一个村子 这里人的形状 面貌 也有像平常人的 然而 穿戴却是破破烂烂 像乞丐一样 她在树下休息 村里人不敢上前 只是远远地看着她 过了一阵 觉得她不是吃人的怪物 才稍稍靠近她 她笑着与他们对话 他们彼此语言虽然不一样 但也知道一点 马记于是叙述了自己 是怎样到这里来的 村里人大为高兴 争相告知乡里 这位客人不是怪物 可是长得十分丑的人 来看看就走 始终不敢上前 那些来的 嘴和鼻子的位置 还都与中国人相同 他们一同把九十 拿来陪伴马记 马记问他们 为什么怕她 他们说 曾经听祖父说 向西走两万六千里 有一个叫中国的国家 那里人的相貌 都十分特别 但只是听说 现在看到你才相信 他又问他们 为什么如此贫困 回答说 我们国家重视的 不是文采 而是形貌 那些很美的人 做高官 差一点的人 做地方官 再次一点的 也能得到贵人的宠爱 所以也能得到衣食 来养活妻子儿女 像我们这样的人 刚生下来时 父母都以为 是不祥之兆 往往都抛弃了 那些不忍心抛弃的 都是为了延续香火 他又问 你们这里叫什么国 回答说 叫大罗刹国 都城在向北 走三十里的地方 马记请他们 带他去看看 于是 他们一早就出发 天亮就到了城里 见城墙都是 黑色的石头垒的 颜色如墨 楼阁近白尺宽 然而没有瓦片 房上盖的 全是红色的石头 捡起一块来 在支架上一磨 和单纱一样 这时正赶上退朝 朝中官员 坐着车子出来 村里人指着一人说 这就是相国 仔细一看 只见他两只耳朵 长在背上 鼻上有三个孔 眼睫毛盖着眼睛 像窗帘一样 又有个骑马的出来 村里人说 这都是大夫级的官员 这样依次指 陈朝中的官员 都是形貌可怕怪异 只是地位越低 越不丑陋 不久 马记到了城里 街上人都望着他 惊恐地奔跑 像碰到了怪物 村里人做解释 世人才敢远望 等他们从城里回来 国中无论大小官 都知道村里有一奇人 朝官 大夫 争着相见 想要增广见闻 于是命令村里人 交出马迹 可是 马迹每到一家 家里人都赶忙关上门 丈夫 女子 私下从门缝里偷看他 并窃窃议论 直到最后 也没有赶出来见他的 村里人说 这附近住着一个担任宫廷警卫的官 曾替先王出世别国 见多识广 也许不会怕你 找到这位官员的家 狼官果然十分高兴 带他为上宾 看这位官员的相貌 像八九十岁的人 眼珠外秃 胡子卷曲 像刺猬 狼官说 我年轻时 曾经奉先王之命 多次出使外国 唯独没有到过中国 现年已经一百二十岁了 又幸运地看到中华上国人物 这不可不向天子报告 可是我驻地偏远 已经十多年不进朝廷了 等明早替您上朝走一趟 于是 设宴款待 护制主客礼 九国树寻 有十余个女子奏乐 更替歌舞 女子的面目都像母叶叉 都用白锦缠头 珠色衣服脱在地上 唱得不知什么词 唱腔节拍都很怪异 主人回头笑着对他说 中国也有这样的歌舞吗 他回答说 有 主人请他照中国的方式唱一唱 于是 他便用手拍着桌子 唱了一个曲子 主人高兴地说 好棒啊 这声音好像奉鸣龙笑 从未听过 第二日到了朝廷 主人把他推荐给国王 国王高兴地要下诏书 请他进殿 可是有两三个大臣 说他模样奇异 恐怕经了圣驾 国王于是停下诏书 狼官出来告知马迹 并身为惋惜 在这里住了很久 一次 他与主人喝酒喝多了 拔剑舞起来 用眉抹到脸上 扮作张飞 一 主人见了说 这样最美 请就用这张飞的面目 去见宰相 宰相一定乐意用你 高官后路不难拿到 马迹说 哎 游戏还可以 怎能改变面目 去争取虚荣 可是主人一再要求 他便答应了 主人设宴 邀请朝中要人 令马迹图了面目等待 一会儿 客人到了 叫他出来相见 客人们惊讶地说 怪啊 怎么以前丑陋 现在俊俏了呢 于是与他共同饮酒 十分高兴 马迹高亢地唱起歌阳曲 满座赞叹 为之倾倒 第二天 朝臣一同地上奏章 推荐马迹 国王高兴 用隆重的礼节来召见他 等到了殿上 国王问他 中国的治国之道 他详尽地叙述了 很蒙国王的赞叹 于是在行宫中 设宴相待 酒喝到高兴处 国王说 听说轻善音乐 能使寡人听听吗 马迹于是跳起舞来 也效仿着国中歌女 用白锦缠头 唱出淫荡的声音 国王大为高兴 当时就命他为夏大夫 国王不时设思宴召见他 奔宠超出别人 时间久了 朝中官员觉得他的面目是假的 就见人们互相耳语 与他不慎融洽 他因此孤立 心中郁闷不安 于是上书国王 请求辞职 国王不准 他又上书请假 国王才给了他三个月的假 于是他坐着车 拉着国王赏赐的珠宝 又回到村子里 村里人跪着来迎接他 他把金钱分给那些原来叫要好的人 众人欢声雷动 村里人说 我们是小人 受到大夫的恩赐 明天上海市 一定找些珍贵的东西 报谢大夫 马迹问 海市在那 回答说 是海中的市场 四海的鱼人 收集他们的货物珠宝 四方十二国都来贸易 其中有很多神人来游乐 云霞遮天 波涛汹涌 尊贵的人自我保重 不敢去冒险 都是把金钱交给我们 代买奇珍一宝 现在离海市的日子不远了 马迹问他们如何知道有海市 回答说 看到海上红色的鸟往来 马迹问他们去的日期 马迹问他们去的日期 想同他们一起去看看 村里人劝他自己保重 还是不具为好 他说 我本来就是海角的客人 那里怕什么狂风波涛 不久 果然有人上门计划 见墙上的砖都像人一样高 廖望楼高高地耸入云天 他们便栓船进了城 世上陈列的奇珍一宝 光亮耀眼 大多是人事所没有的 只见一少年成骏马而来 世上的人都急忙回避 说是东阳三世子来了 世子经过 看到马迹对随从说 这一定是异域之人 随即有侍从来问他的籍贯 马迹闪到路边施里 细说自己的国家 籍贯 世子听说 高兴地说 祭蒙光临 说明我们的缘分不浅 于是给马迹骏马 请他同骑 他们一同出了西门 刚到了岸边 那些马都撕跃住进入水中 马迹惊恐地呼喊 却见海水忽然从中分开 像岩碧那样立着 走了一会儿 看到耸立的宫殿 只见戴帽当梁 防灵作瓦 四壁精明 要人掩目 他下了马 被迎接进去 抬头见龙王在上 世子启奏道 臣在世吉上 见到中华贤士 故隐来见大王 马迹上前拜见龙王 龙王于是说 先生是文学士 一定能写文章 香凡先生大笔做海师傅 请先生不要另惜诸语文字 马迹失礼受命 接着有人送来水晶雁台 龙须毛笔 光亮如雪的纸 默契香如兰花 他立即写成千余字的海师傅 献给龙王 龙王看罢 手机桌面 赞叹道 先生的大才 让水国更光荣了 于是 龙王召集各个龙祖 在彩霞宫宴会 酒过数询 龙王端住杯对马迹说 寡人有一女 还没有良配 想要拖累先生 不知先生是否愿意 马迹离席 羞愧失礼 顺从答应了 龙王回头对左右耳语 不一会儿 只见宫女数人 扶一女郎出来 只听配环声动 谷月齐名 二人拜完天地 再细看女郎 实在美极了 女郎拜完离开了 一会儿 酒宴散了 两个丫鬟挑着灯灯笼 引她进入寝宫 女郎打扮得美丽如画 正坐着等她 珊瑚座的床 用八宝装饰起来 帐外的流苏上 坠着许多明珠 被入香软 天刚亮 少女美碧 奔入站道床侧 马迹起来 到宫里谢龙君 当即被任命为驸马都尉 以她的慈父 船部各海 各海龙王 都派专员来庆贺 征地勤俭 宴请驸马 马迹穿着袖衣 骑着青球 臂膀上都雕刻住花纹 扛着白棒 光耀名利 马上弹鼓针 车中奏御敌 三天时间 游遍各海 从此 龙眉之名 闻名四海 宫中有一棵玉树 有双手和抱粗细 光明凝彻 如白琉璃 中间有淡黄色的心 树梢粗细如碧 叶如碧玉 有一前后 细碎的树叶下 有浓浓树荫 马迹长羽公主 在玉树下吟诗 花开满树 壮如房檐上的葡萄 每一花瓣落下 坑坑有声 拾起一看 像用红马脑雕刻而成 明辉可爱 不时有一鸟落在树上鸣叫 黄绿色的尾巴 比身子长 生如玉笛那样哀怨 感人肺腑 马迹每听到这声音 就思念故乡 因此对公主说 离开家乡三年 父母兼祖 每一想到 几倍生汗 你愿意跟我回去吗 羽郎说 仙界与陈氏道路阻隔 不能相依 且也不想用雨水之爱 夺父母之欢 容我们慢慢商量 马迹听了 不仅落下泪来 女郎也叹息说 看样子是不能两全了 第二日 马迹从外边回来 龙君说 听说都尉思念故乡 明早为你整行装 送你回家 可以吗 马迹感谢说 知身在外的陈鸣 蒙龙君忧待恩宠 报恩之心 劫于肺腑 容我暂时回去 望望父母 一定想办法再相聚 到了晚上 女郎被酒宴为他化编 马迹问何时再相会 女郎叹息说 情缘尽了 马迹大为悲痛 女郎说 回去释养双青 足见君的孝心 人生俱散 百年如早晚 那里要向小儿女般哀气 从此妾为君守真操 君为妾守结义 两弟同心 就是恩爱夫妻 那能说早晚守着 才叫白头到老呢 如背弃了这盟约 再婚也会不吉利 倘若考虑家中无人照料 娶碧妾也可以 更有宜要是乡主 我觉得相依有身孕 凡你给孩子起个名字 马迹说 若是女孩 可叫龙宫 是男孩 就叫浮海 女郎要求给信物 马迹在罗沙时 曾对一对赤玉莲花 便拿出来给公主 公主说 三年后 四月八日 请你乘船到南岛 我还你的后四 女郎用鱼皮做了囊带 装满了珠宝 交给她说 珍藏着它 几辈子也吃不完 天色威名 龙王设宴送行 赠赐东西十分丰富 马迹拜别出宫 女郎乘着白洋车 送到海边 马迹上岸下马 公主说了声 珍重 回车便回 一会儿就走远了 海水复合 不可再见 她于是回了家 自她出海不回 家里人都以为 她已经死了 等到了家 家人都十分诧异 幸亏父母健康 只是妻子改嫁他人 于是她才领悟龙女的手艺的话 大概她已经先知道了 父亲想为她再娶妻 她不答应 娶了一个婢女 她谨慎地记住三年的日期 到了这天 她搭船到南岛 见两个小孩坐着浮在水面上 拍着水流嬉笑 不动也不沉 她靠上去拉他们 小孩压压地拉住她的胳膊 跳到她的怀里 而另一个没上来的大哭起来 似乎怪马迹不抱她 她赶忙抱上船来 仔细一看 一男一女 面貌都十分清秀 额头上花帽坠着的浴室 就是那对赤色莲花 背上有锦囊带 父母居安健 飘忽三年 红尘先路相隔 盈盈盈盈水 姓氏难通 相会只在梦里 想念成了负担 茫茫蓝海 哀怨又怎样呢 想到奔月的嫦娥 尚且住在贵府里 投缩的织女 还是畅往的怨恨银河 我怎么跟他们比 而要求永远相好 想到这里 就会破涕为孝 别离后两个月 生了双胞胎 现在他们已经 牙牙学语了 蛮会说话 啼哭 寻找抓离 没有母亲也可以活了 尽已还给你 您留下的赤玉莲花 装饰到帽子上 作为信物 膝头抱而时 就如妾在左右 听到军事守旧萌 心里很安慰 妾此生已无二心 至死不嫁别人 梳妆侠中的真物 不放蓝香了 镜子和新衣放起来了 很久不查粉了 你如同出外的客人 我只做顾家的妇女 即使不在一起 又怎能说不是情色呢 只是想到父母 已经抱上孙子 却仍未曾见到新媳妇 情理上来说总是缺憾 年后母亲死后 一定披麻戴笑 过了此后 只要龙公安然长大 不会少了探望的日子 福海长大 可能有往来的路 求你多多珍重 说不完想说的话 马迹反复看信 不觉替泪交流 两个孩子搂着他的脖子叫 回家吧 他更加悲痛 孩子之家在那里吗 两个孩子只是啼哭 压压地说回家 他望着远处 只见海水茫茫 高天无际 雾罩人渺 如烟的波涛 埋没了道路 只好抱了孩子 掉转船头 怅然回家 马迹知道母亲年寿不长了 为他准备好全身的东西 坟上种了松树一百多棵 过了一年 母亲果然死了 装棺材的车子到了墓旁 只见一个女子 披麻带笑来到坟前 众人还在惊恶间 忽然风机雷轰 接着急雨如注 一转眼已经不见了 松树刚种不久 大多已经枯萎了 这时全活过来 浮海稍大一些 时常思念母亲 一天忽然自己投身大海 好几天才回来 龙宫因为是女孩不能去 时常关门哭泣 一天白天在屋里睡觉 龙女忽然进来 跟她说孩子就要自己有家了 哭泣什么呢 于是送给她一株八尺高的珊瑚树 龙脑香一铁 明珠百科 八宝欠金盒子一双 作为女孩的嫁妆 马记听到声音 突然进来 拉着她的手哭泣 一会儿 急雷轰打屋顶 公主不见了 一时是说 抹花了面孔去奉迎别人 事情如鬼欲 有如此嗜好的 举世一样 为奉迎别人而敢惭愧 真是小残小好 大残大好 像马记那样 带着面具去游都城 不被吓跑的真是太少了 昔日凌阳的变和二 这种真才实料的人遇到了 抱着价值连城的宝玉 不知要向那里去哭呀 爱 显荣富贵 应到渗楼海市中去寻求 故事讲完 谢谢观看 最后 感谢观看